没记住显辈文台词不敢上场 荣指见状来了一招激将法 楚衣便乖乖跑上去了 果然最懂楚衣的还是荣指啊 但是祭台的天灯被人做了手脚 楚衣正讲得好好的 天灯却突然起火 把整个祭台都烧了 康王和大祭司便以此向皇帝进禅言 更巧的是前线传来战报 说是宋军约过边境屠戮大魏百姓 这一连串的事情终于惹弄皇帝 下令十日之后处死楚衣 楚衣因此被关入神殿 而荣指自然知道楚衣是被人陷害 但是要在十日之内查出凶手 当真难上加难 半夜侍女去给楚衣送饭 发现楚衣逃跑 便大叫着让侍卫追赶 楚衣听到呼叫声 无意中逃到了大祭司的房间 但是她不知道 此时的大祭司已经生命垂危 楚衣对着大祭司一顿唾骂 大祭司却倒在她身前 楚衣发现大祭司被杀也十分惊讶 正想要走凶手却出现了 原来这是凶手故意布下的陷阱 杀了大祭司 嫁祸给楚衣 目的就是为了让楚衣死罪坐实 对